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待会呢 是你们那一组的你就拿回去不擦哦 平行四边形不擦掉 保持原来的平行四边形 请你用橘色的笔 画一条直线把它平分成 分成什麼 兩個一模一樣的 好 所以這三個都是三角形的 對嗎 有沒有能切出不同的形 我把這邊畫一條直線 然後分成兩個平行四邊形 我先在這邊畫一個直線 把這兩個變成平行四邊形 我在中間畫一條線 切成梯形 從下面數這也是九格 從上面數下來這也是九格 所以在這中間畫一條線 它就會變成梯形 中間這條把它切成兩個長方形 這兩個角然後中間把它切一半 然後就可以變成兩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和平行四邊形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有兩個一樣的三角形的話 就可以拼出平行四邊形 如果把平行四邊形 切成兩塊一樣的形狀 那除以二就是它的面積 如果我需要一個面積是三格的三角形 會從多大的平行四邊形裡面切出來 六六 那如果我要一個面積是六格的三角形 要從多大的平行四邊形切出來 十二格 所以我要計算三角形的面積可以怎麼做 底層高除以二 為什麼是底層高除以二 因為它是平行四邊形 然後切一半變成三角形 所以要除以二 OK 很好 再來 梯形跟平行四邊形的關係是什麼 只要兩個一樣大的梯形合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平行四邊形 那兩個被切掉的那個梯形合起來的面積 跟原本那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一樣大 所以你黑板上切的梯形 每一個梯形都多大 三個格子大 那如果我需要一個面積是三格的梯形 要從多大的平行四邊形裡切出來 六大格 六大格 如果我要一個六大格的梯形 要從多大的平行四邊形切出來 十二格大 所以梯形面積要怎麼算 如果是平行四邊形切成一半的梯形 那只要把平行四邊形的面積除以二就好 那個梯形的公式應該是上底加下底 然後乘於高然後除以二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 這裡有兩個梯形 對 對嗎 這一個在那個梯形的哪裡 這個 這一段在那個梯形的哪裡 這一段在這裡 然後這一段在這裡 然後這一段在這裡 所以 這個加這個 就等於那個 原來平行四邊形的 長度 長度 好 同一個平行四邊形 可以有幾個平分成兩塊的辦法 第一組覺得有幾種 兩種 兩種 哪兩種 一橫 一橫這樣子嗎 第二組幾種 三種 哪三種 一形三角形還有平行四邊形 幾種 四種哪四種 橫的直的然後斜的兩條 你們覺得咧 六 六打六 橫著一條 直著一條 然後斜的兩條 還有嗎 沒有 沒了 有沒有這一條 有 有是嗎 有 好囉 看好囉 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 你要觀察被它切成兩半的 是不是都是雙貓胎嗎 所以到底有幾種 切 好啦下課 沒有 第二條 很信任 你 著 一天